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昨天在立法會選舉投票後 我在英國的時間深夜上了一段影片 其實是香港清晨 六七點鐘 剛剛有點票的初步結果出來 投票率也是選管會公佈了 30.2% 其中一百三十多萬人投票 但當中有二萬多張是無效票 包括投白票 有些人寫了字 有些人畫了一個舉中指的符號 很有創意的 組成舉中指的符號 二萬七張無效票如果減了之後 可能三成的投票率也過不了 我當不算計得那麼盡 當有三成 怎麼說 九七有立法會選舉之後 創歷史的新低 而且還有一件事 我本來說是非建制派全軍盡默 誰知道不是 有一個當選了 那個就是在社工界功能組別選舉的 敵致遠 贏了 我真的要恭喜他 因為他是代表全港的民主派支持者 非建制的支持者 入了立法會 89加1 真是 任眾而道遠 真是要恭喜他 今天起床 看左部 一定要看 嚇了我一跳 幾乎喝那杯茶都掉到地上 那個標題是什麼 左部 大公部 藍色的 很聰明的標題 我先不看其他字 投票率98% 替歷史 替造的歷史 我看完之後 怎麼來的 98% 上面有一條 比較小的題 立會選戰選委會界別 代表 港整體利益 現在在說什麼 選委會98% 選委會如果沒有98% 沒有100% 應該就拘捕 這班人 其中一個沒有投票的 是誰 如果董先生 去投票的話 就可能去到100% 當然也會有一兩個 不知道 所以董先生就是類似 我覺得 董先生應該去投票 昨天說 林鄭 今晚她上京述職 可以放在董先生說她沒有投票 但我覺得 用另一個方法去解讀 不是 大大 其實投票率是很高的 你看看 大公佈也是這樣說的 投票率98% 替造歷史 替造歷史 這樣解讀 就行了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說謊 全世界人都知道 聽過也知道 講過也知道 都在說謊 而聽過也知道 別人知道她在說謊 都要繼續說下去 沒問題 自己哄自己 這些世界的事 很多人說 你哄我我哄你 何必這麼認真 我以為你是大公佈這樣 嘩 不 文匯報更厲害 選委界投票率98% 這個比較老實 然後就說 40新議員 五缸十式 放異彩 真的 爆到七彩 五缸十式 何來五缸十式 這是我心目中的很大疑問 為何會有五缸十式 89加1 只有一個敵志遠 代表全香港非建制的人 為何會是五缸十式 這個我也是解不通的地方 敵志遠是唯一的代表 其他所有自稱非建制的人 無論是老牌 以前泛民成員也好 那些新進自己走出來也好 全軍盡默 在地區直選二席裏面 全軍盡默 而進去的那些議員 老老實實 我很害怕 很擔心他們 真的獻醜 出醜到不得了 很多都是三尖八角 很多都是 你看看他 最好是考他 記者如果玩他 最好是出來考他 說這個立法會 裏面的制度 這個遊戲規則 包補他出事 這群人覺得很好笑 有些甚麼人 沒有議會經驗 不要說有的那些 沒有議會經驗的 所謂新建制炮 包括台灣石人罕 陳同佳 可不可以叫做保護人 發言人 政工會的教省被主張管浩明 做了立法會議員 港區人大對付陳曼琦 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藍度發黑 陳曼琦 在國安法投影結案 和其他案件裡 都有出來擔任控方的 專家證人 領大歷史系教授劉志鵬 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究竟意義是甚麼 他一錘定音 有份進去 其他民建聯 成為全港最大的政黨 很重 而港澳辦 夏寶龍早前 形容五江十式 文匯報 那些候選人 沒有點名 例如 普通話的港漂 入籍的拐落 住公屋的人士 台灣出生 蘭桂芳 集團主席 盛志文等等 還有白宮發言人 馮偉剛 全部都落選 夏寶龍說完後 這班候選人是五江十式 是很有代表性 全部都落選 香港的卷制選民 多麼不給面子 你說是不是 這次選舉 是成功還是失敗 沒有人知道 聽說林鄭 今天又出來說話 她當然要 選完之後 當然要出來說 她是這樣說 她說 今次的投票率 比以往 低了一點 五十八點幾 現在對三十 或者三十都不到 低了將近三十個巴士 將近一半 沒有了一半 她說 有一百三十五萬人投票 但有二萬七千票 是無效的 不可以說不是 不可以說不是一場很重要的選舉 你可以這樣說 沒有人教她說話 一百三十五萬人投票 其中選委達到98%的投票率 我認為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一場空前成功的選舉 這樣才可以 你自己有些制度自信 說到口都疾了 不可以說不是一場很重要的選舉 以及獲得很多市民支持的選舉 一百三十多萬 她說這個世界立法會組成 真是有廣泛的代表性 90個議席裏面有89個是建制派 一個叫做迪志遠 一個人頂住 她說如果是建基於政治劣質化 高投票率都是不值得認同的 真是很堅 我覺得現在George Oriel 翻生的時候 他自愧不如 他寫1984 奴役就是自由 戰爭就是和平 我覺得今天 是用一個更加高超的技術 將一些歪理說出來 要數文媒大公 數一數二 林鄭可能是排第三 真的很好 她說每一場選舉 政府都不會設定投票率的目標 因為這是選民自決 究竟她願不願意出來投票 而每一位選民都要考慮的因素 我相信很多 例如考慮當時的氣氛 是怎樣 候選人的質素 甚至整體社會的天氣狀況 以及地下硬不硬 這也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講的 期望世界選舉能夠發揮良好互動 在正確軌道上繼續走下去 普選行政象官的目標 未必需要很長的時間 就能夠實現 然後她說她在明年 錄月圓結了 任期 不過搞23條的任期 不太現實 不過是拿出一些看法來的 特別提到一件事 雖然投票率比較低 不可以說不是一個重要的選舉 不可以說不是獲得很多選民支持的選舉 她就說今次的選民人數 她用這個角度來說 選民人數打破了紀錄 有447萬人 登記了做選民 合資格的就是92.5% 在一個沒有強制要登記做選民 和投票的政治體制下 有92.5%合資格的人 去登記做選民 是非常高的 2012年的時候只有73% 2016年的時候只有79% 是高出很多百分點 她想說什麼呢 是多了幾十萬人 多了幾十萬個選民 但是那個投票率和投票人數都是這麼多 一百三十幾萬 是嗎 這個可以怎樣解釋 我稍後詳細解釋給大家知道 她就說 這是一個五缸十式的選舉 153個候選人裏面 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立場 結果出來的選民選擇了某一些背景 某一個立場 這也是選民的選擇 所以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特別評論 後選人五缸十式 那些陪飽分子 包括馮檢基 譚香文 那些 但當選人不是五缸十式 阿姐 你不要當香港人是白癡才行 是不是 現在那些 建制的高官說話 都當香港人是白癡 他說 不想特別評論 你可以評論什麼 評論不到 是不是 然後 那些記者就質疑他 喂 2019年 你昨天去評論的時候 說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 不是一場民主的選舉 其實有什麼意思 你是否否定了 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結果 投票率同結果 那時候有71.幾個巴仙 否定了 否則也不DQ那麼多人 那他 喂 你在2019年的時候 林太 區議會選舉之後發表聲明 由衷感謝市民踴躍投票 但是他對2019年的選舉 的態度是否改變了 是不是已經收回了2019年的發言呢 他怎麼說呢 他說 有人說十年人事幾翻身 我任內四年半經歷了風高浪急 也都認清了香港的政治形勢 所以你問今天 問回我2017 2018 2019 丹麟特首的時候 說了某些說話 我可以說是 異議不大 你說一個人可以 後面皮到這個這樣的程度 記得人害怕 是不是 喂 說過的東西說異議不大 說過的東西是不算數的 無論是選舉的時候 所謂選舉的時候 選特首的時候 或者在任內 說到現在風高浪急 那些東西全部都沒了 就是2019年不是風高浪急嗎 為何在2019年受委 區議會選舉之後 你覺得是由衷地感射市民 去擁躍投票 到今天 豐平浪靜了 你又去否定了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 一個這樣的特首 哪有任何誠信可言 大哥 你說多可怕 這個特首 是多可怕 是不是 好了 建制派的選民 有時候 覺得 恨鐵都不成鋼 老老實實 為何這樣說 你看得到 說投票 2019年 2019年 這是一個最特別的選舉 大家雙方 無論是藍 無論是黃 全面去動員選民出來 去投票 否則都不會有 71.2%的投票率 當時 總投票的人數是410多萬 4132,977 其實也很厲害 當時的建制派得票 是41% 非建制派是57% 非建制派將近六成 而建制派只有四成 即是4.6 或是4.1對5.7 其他不同因素 2019年建制派得票 如果用41.32%來計算 是1216,428 而非建制派是1690,987 你要這樣計算 OK 好了 2021年的總選民人數 是440多萬 多了30多萬 所以建制派的得票 今次如果用30.2%來計算 是得到90%的票 即是122萬5千多 和2019年的得票 其實是差不多 是差不多 但是 選民人數好像林鄭華說 是比例多了 是多了30多萬人 即是說 簡單地說 今次建制派 出盡飲奶力 去動員 已經去盡了 所有選民都出來了 都是只有30%的投票率 如果你說今次 這場 猴子氣的選舉 最大的意義 就是看得到 建制派的底下 很重要 很重要 也是特區政府 用盡任何的辦法 動員出來 就說 這個完善選舉制度 是怎樣 怎樣好 對香港一定要去投票 奪命追雲call 多到不得了 我想 有些建制的選民 就說 收到一些不知名的人 有人打電話來 我想他們參加不同的活動 等等 即是公聯會 社團聯會 那些活動 拿到電話 是吹到雲 最後結果 只有30%的投票率 就是這樣 全港大約是120多萬 建制的人 出來投票 盡了 有沒有一些 被免費搭車吸引 從早到晚 錯過了投票時間 這樣 這個就是 用林鄭自己回應 是不是 等於搬起石頭 打自己的腳 否則 投票率 可能會高一點 我覺得怎樣也好 這個都是盡 的 是露底 如果下一次選舉 下一次選舉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選舉 都是用篩選的方式 你會看到 都是這條數 暫時分析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CHO 繼續支持我心靜口法的春路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